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方圆突然问我一个问题 说什么叫不退菩萨为伴侣 感觉好像是要退货呢 还是成交呢 要还不要 是什么意思 我就跟他讲 不退菩萨是四个字连在一起看的 是不退转的菩萨 叫不退菩萨 整句这个典故原来是出自于 在我们回向的时候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那就是说我们一个修行人 或者说发愿往生净土的人 那么在自己功课做完 要回向的时候 都是回向愿生西方 所以第一句愿生西方净土中 但我们去呢 不是说我要先去找自己的父母 我要怎么样投胎 其实不是的 出生就应该讲 你出生到极乐世界去 是以莲花化身的 所以说这个九品莲花为父母 那到那里的时候呢 得要你 除非你上品上身 马上就可以得见佛 否则可能有一点时间 在进化啦 有的一天 有的要一节 不一定 总之呢 有一天花开啦 花开见佛 无声 就是你已经 能够 这个领悟到 所谓无声 真理的意思啦 就是真理本来就不生不灭 就你已经体 就是已经领悟到 这种不生不灭的智慧了 就这个 然后呢 你这个花开见佛 无声 你已经出生到极乐世界 到了极乐世界啊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 那里不但环境好 那里的人正好 在你身边所有的人 都是大修行 是怎么样的善知识呢 都是正德欧比八字 不退转的大菩萨 所以说 都是不退转的这种 这修道 所谓不退转 那是已经到 十地菩萨 已经不但登地 八地以上的大菩萨 做我们的同学伴侣啊 哎呀 光是想到就觉得 哎呀 自己好幸福啊 其实就从这个问题啊 我就想到说 因为我今天到 到场去啊 跟这些就是相关单位的人 开会 昨天开的是马哈腾的建设 今天开的是我们沃泰华的建设 那谈到外围环境啊 这些啊 那这个下一个步骤如何如何 那在回来的路上 半路呢 我就这个拜托 我说就让我下车 我就沿途继续啊 这手机拿起来 就一边走 一边拍照 那时候心里头啊 突然浮现 哎呀 实在是很奢侈 就是如同啊 我们的观众菩萨 在留言啊 说哇 这几天这风呀 好美哦 每天看得都好羡慕啊 对啊 令大家很羡慕的 其实是我们其实腐蚀皆得 就是睁开眼睛 这个前门啊 后院啊 路旁啊 放眼都是 所以突然觉得 真的是很奢侈 当然就让我想到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 这个华盛顿邮报啊 我不晓得这个是 多久以前的一篇文章 就是一个短文 那就列出 说所谓的十大奢侈品 我现在把它念一下哦 我们观众菩萨们呢 你可以这个一边听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文字 都在在这个连结上 都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问问自己 你拥有多少奢侈品 那一般的人一听奢侈品呢 可能就会想到 什么名牌的是什么 服装啊 包包啊 车子啊 衣服啊 刚讲了 手表 还是房子 豪宅啊 等等啊 我不知道 您心目中一听到奢侈品 浮现的会是什么 现在我把人家这个公认 就是说这个整理出来的 评选出来的十大 您看看您拥有几样 第一 生命的觉悟与开悟 那这是华盛顿邮报啊 怎么会谈到觉悟开悟啊 觉悟开悟不是都是佛经里头 佛陀教导我们的吗 非也 这是美国的华盛顿邮报 列出来的第一 生命的觉悟与开悟 你可能想说 那太遥远了 可能暂时无缘 其实不是的 大仪大悟 小仪小悟啊 就像扣钟 撞钟啊 大扣大鸣 小扣小鸣 你不扣就不鸣 就是说你不去撞那个钟 那个钟是不会响的 所以你要是 真的是 怎么讲 去撞击你内心深处啊 真的 就是你要去思考啊 真的 这个所谓大仪大悟 你可能会思考时候啊 有些疑问啊 但是一旦通过啊 就是 穿越过那个疑问的时候 你就会有所领悟 就有所明白的啊 那这个 当然这里讲的开悟啊 应该不是只说到达 成佛就近 觉悟开悟的那个境界 其实生活中啊 你稍稍有一点 突然的发现 突然明白啊 哪怕是那么小小一点 你都会觉得很开心的啊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一颗自由喜悦 与充满爱的心 充满了爱 充满着欢喜 充满感恩的那一种心 您拥有吗 这是第二个奢侈品 第三呢 走遍天下的气魄 这个在 现在疫情期间呢 暂时 这个先暂时保留一下 但是走遍天下的气魄 就是说 我 这个心胸很宽阔 就像昨天 带大家看一看 那只是美东 坦白讲 还真没有看到什么道场 就是看到佛光人 做了什么事 如果真的是 Temple Tour 那 其实 确实我们有谈到这个构想 因为疫情期间 大家都不能回道场 那不如我们把道场 拍给大家看好了 尽情等待 你就算说 你说 疫情 我也不能搭飞机 或者是说 就算疫情过了 我们 可能也没有条件 买机票 环球 旅游 不一定的 只要你心怀天下 就可以了 你看到哪里 你 你这个 我们讲说 你内心富有 内心拥有 拥有这个世界 那真的是 就是 这里讲的走遍天下 畅游天下的气魄 那第四呢 是回归自然 回归自然的意思 除了是环境的大自然 其实回归你 很自然的天性 自然的本性 很自然的那种单纯 其实也是回归自然 第五 安稳 而平和的睡眠 这个应该是 因人而异了 有的人倒头就呼呼大睡 心安理得 但有的人睡的时候 心中还会挂念一些事情 那么就你自己决定 你要拥有 其实也不难 放下就可以了 第六 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与时间 这个呢 好像特别在疫情期间 只要你愿意 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空间 其实就在你身边 第七 彼此生爱的灵魂伴侣 这个 这就是刚刚我说到 因为问到这个 不退菩萨为伴侣 我就想到 对 有这么一篇要分享的 所谓的灵魂伴侣 灵魂伴侣 难免也会吵架的 那你要作为伴侣 就算你要吵架 你要找一个有智慧的人去吵 吵出智慧来 好 总之 这个跟第八 有一点关系 任何时候都有真正懂你的人 这个真是有点奢侈了 在讲任何时候 不过呢 只要你降低标准 要求不要那么高 还是可以的 第九 身体健康 内心富有 这谈到身心 身体健康 基本的能够维持住 或者 就算 就算 你看 我们的师父 星云大师 他眼睛 现在是 应该是 看不到了 但是师父说 看不到的世界也很美 现在手 就是说脚也不能走 轮椅带步 但是师父说 不辛苦 只是有一点点不方便 没事 这样 所以 所谓身体健康 你看看 内心富有的话 其实可以超越一切的 好 第十 能感染 并点燃 他人的希望 我们找完佛光 应该就是这样子 一直感染 一直点燃 大家的希望 其实 你也可以的 只要你心中 有一轮 不止一轮明月 还有日光 你随时可以放光 你不用等着人家给你光明 你可以去帮助别人的 可以去照亮别人的 可以给别人光明 给别人一点正能量 这个是 不但 这一讲叫奢侈品 奢侈品意思是 不容易得到 不容易拥有 但我觉得 我这样看一看 大部分都有 我不知道各位观众菩萨们 你们拥有这之中 十大奢侈品 您拥有几大呢 要让我再列出来 其实我觉得还不止 奢侈品哪里只是这样 其实一家人可以平平安安的相聚在一起 其实也是奢侈品 还有就是你自己有兴趣 比如说你平常想抄精 这段时间正好可以 你想要做的事情 现在可以做 那也是很稀有难得 都是啦 包含 吃到一口 这个好吃的菜肴 种种 闻到突然扑鼻过来的花香 这些种种 其实都不是想当然而 不是理所当然都有 都是奢侈品 其实围绕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的奢侈品 可多辣 希望各位多多的拥有这种非物质界的奢侈品 希望大家是富有的人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